一切万法 无非自立他立 信 这贺 两个力量就贺起来了 不信呢 这两个力量就分散了 自立是自己 他立是阿弥陀佛 一切万法 自立是主 是真因 他立是祖缘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 如果 与我们自己不相干 那到那里去真难 为什么说 我们到极乐世界 是决定可以去呢 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 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心变的 也是我心变的 我心要不变 极乐世界 我怎么去 他变了 极乐世界在哪里 我的心没变 我不能去啊 我的心里的也变成 极乐世界 这一结合去了 这么个道理啊 这不可以不知道啊 为什么 自信这一个 相有差别 信没有差别 这个道理想通了 我们这个疑问 我们这个疑问 疑惑就化解了 我们两个人像不一样 信一样 比如我们看电视画面 电视里面很多人 我也在其中 那画面就是真心 我们每个人是旺行 旺行不一样啊 真心一样啊 你都是一个屏幕所建的 你离开屏幕什么都没有啊 那是心心 舍变 那极乐世界 我们苏婆世界 阿弥陀佛跟火 都是新鲜 一个心 舍变呢 舍不是一个 现在问题是 心是一个 诗也是一个 我们这个诗 也是 在那里分别 执着阿弥陀佛 执着极乐世界 那我们就和了吗 所以 心就和了 和意了 那怎么不能去呢 不信呢 那就可以理了 自是 他是 欢愿观 三种周边 第三 据说说的 寒荣 空有 我要 要摄取 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摄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摄受 阿弥陀佛 也摄受 苏婆世界 这是自是 他是 千变万化了 是出身无尽 无量无边 是周边发界 我们用 欢愿观赏 这三种周边 来看 这个经文 安得已 凡夫 有爱的 情史 这是讲一般 不相信的人 有怀疑的人 怀疑是吗 他有障碍 一笔如来 无爱之妙法 爱 爱从哪里 哪里产生的 不信 就是爱 诚信 张爱就没有了 那下面 举比喻来说 其知 一面之近 能吸万象 用镜子 这一面镜子 能照见外面境界 远近通通在里头 这一面镜代表什么 能容 能吃 行尸 一切万法 无非自立 他立 镜子 自立 能把他立 融入自立 自他不二 千年即兴 一火烧尽 你堆积这些柴火 堆积了一千年 也把火烧干净了 这个千年堆积才会是什么 罪孽 无量界来 集的罪孽 一把火是什么 智慧光明 你觉悟了 你觉悟了 罪孽就完全没有了 不觉悟 这个罪就重了 你要受啊 觉悟了 罪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一切法都是空的 万一一样东西是真的 可是 你要是迷 你要不觉 那个罪会产生罪报 其实罪报也不是 假的 就像做梦 你都做无梦 梦中你要受苦 无不是自足自首啊 下面总结 故智行 一念成名 这智行两个字重要 不是有心无意 不是这个 智行 真诚心 真诚到基础 念一声阿弥陀佛 难消八十亿戒 生死重罪 临终身 必定往生 诱惑主义呢 那有什么好意的呢 你就相信了 你一定 要明了 不思一知 就是臣所所知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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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